好的,随着本场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2024中国足球协会杯第五轮 也就是八分之一决赛 成都荣城对阵南通之云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左侧,起一个高的 看看啊,这个球虽然是顶到了 但是裁判哨也响了 成都荣城获得前场左侧的界外球的机会 这的还是很深的 低落点没有队友 看看二次进攻 接下来,一对一 起到禁区里,投球顶到 这个球很遗憾,稍稍顶高 一旦有成功机会的时候呢 再做一定的尝试 相对还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打法 这个球保护得不错 分出来,左侧 直接想完成打门 被破坏掉了 嗯,刚才帕拉西奥斯试图把这个球摘出来 看看这个球摆到正面 投球又顶到了 还是给到唐创的位置 唐欣 看看唐创 拿球 想尝试摆脱 这边呢 宋浩宇摔倒了 裁判少爷响了 去了进攻中 唐创的犯规 二到二三赛季 他在科罗地亚中复大区 是打这个U19的假经典赛 是第二级别 当时代表球队有12次出场 两立进球 整体来说呢 整个旅欧 他得到的在这个U19年龄段的出场 几乎没有那么多 看看这次球进了 外围一脚远射 腾渡荣在上半场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打破僵局 利用远射帮助球队 破门的是严顶浩 左侧位置 买地将 这个球刚开始处理的时候啊 有一定的问题 但是转过身来保护的很好 嫁给严顶浩 严顶浩这个位置 防守球员跟进的稍微慢了一点 他没有犹豫 拔脚就射 稍微想带到开阔地 但是这个球啊 拉开的一瞬间 自己又要回来 没有犯规 自己打了 这个袖标怎么有点开胶啊 先来看看这一侧 扛心 底线位置 船中 看看落点 后点还有 再起一脚 这脚打门高出红凉 找球 正面 扣点的位置 唐淼卸下来 驾一下 唐淼在穿插 唐淼左侧 再想来分到正面 投球顶到 但是呢 裁判少先想了 又是文士豪 一对二 想往正面去 自己选择了一条大门 看看这次后场 想直接跳个高的 直接跑射球进了 踢不上场的菲利佩 帮助成都融成再下一城 这个球进得太轻松协议了 整个防线 非常经典的一个反约位的跑位 这球完全不约位的 加一下 韦诗豪 再加韦诗豪 菲利佩 这是个人能力啊 再骚一下 再完成打门 这是韦诗豪的打门 随着这次进攻结束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马云坤 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那么本场比赛 凭借严顶炮的远射 以及踢不上场的 菲利佩的进球 成都融成是2比0 淘汰了南通之云